好多人都以為糖心蛋是甜的 但其實糖心的意思是代表不形結 兩個糖字的寫法是有分別的 要煮糖心蛋 需要準備的材料包括有 蛋、冰塊 準備好就可以煮糖心蛋了 在煮之前把蛋放回室溫度回溫10分鐘 因為常溫的雞蛋在煮的時候蛋殼沒那麼容易破裂 用大火煮一大煲熱水 水滾之後加入一小碗的冷水 把雞蛋放入鍋裡 煮7分鐘 煮的時候準備一碗冰水 7分鐘之後 把雞蛋從滾水裡撈起 再放入冰水裡浸1分鐘 讓它快速冷卻 剝殼之後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糖心蛋了 發達你在煮的鬥水裡 halls 全 junior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